你不会真的以为 蛋仔岛中会伤害蛋仔的怪物 只有大嘴巴鳄鱼吧 快看 当蛋仔靠近大嘴巴鳄鱼 就会被它的大嘴通掉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新版本蛋仔岛中 只有一种会伤害蛋仔的怪物 是大嘴巴鳄鱼 错 啊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着两只喜欢偷袭蛋仔的大狗熊 你们难道不好奇 官方隐藏在蛋仔岛中的 这两只会偷袭蛋仔的大狗熊 究竟躲在哪里吗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大嘴巴鳄鱼 我在玩具乐园中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 也见过大嘴巴鳄鱼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官方在蛋仔岛中 上线了很多会伤害蛋仔的怪物 但是随着版本的更新 他们都被删除了 比如说 在老版本中官方 就在蛋仔岛 上线了一只会伤害蛋仔的红色怪物 只要蛋仔靠近它 就会被它瞬间弹飞 非常的可怕 蛋仔会失去控制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 这两只会偷袭蛋仔的大狗熊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 发现了这两只大狗熊 它们鬼鬼祟祟的 躲在蛋仔岛的角落中 它会突然之间 从建筑物露出自己的头颅 在天空中 360度旋转 飞到蛋仔的前方 阻碍蛋仔前进的道路 被挡住去路的蛋仔 都吓傻了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其实会伤害蛋仔的怪物 并不是只有一只大嘴巴和鳄鱼 官方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了两只 会偷袭蛋仔的大狗熊 你们可一定要小心压看 我不是在慰言耸听